看完他们的那个作品 哎呀 说实话压力是比较大 因为都觉得这演员真的都很棒 真的都有多大信心 我们就一定就能记 好像还没想 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问您个事啊 您说说 爱看电视剧吗 我这倒是常看 不是啊 你别碰我 我就看一电视剧 又没干对不起你的事 现在电视剧没法看 怎么就没法看了 剧情过于狗血 而且完全地脱离现实 不是你说那样吗 给你举个例子 有这么一个情景 什么情景 男女主人公 面对面走过的时候 对 肩膀肯定得碰肩膀 然后必然得掉点东西 掉东西 完了之后 这俩人肯定同时捡 然后这俩手啊 一定得碰到一块 然后就自然而然地 发生了一段恋情 不是你说那样吗 你不相信表演表演呢 来来 哎呀 我的书掉了 我该怎么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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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不然捡起来 有道理呀 我帮你 我可以看在你身后 想一次追着光摸游 我可以动在这路口 不管你会不会经过 一般都是这样的 哎呀 是不是啊 这是一个剧球 我觉得这个挺好啊 脱离现实了呀 怎么就脱离现实了 现实是这样了吗 现实是什么样 是这样的 哎呀 我的书掉了 我该怎么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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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一遍 对哦 我帮你 我可以看在你身后 想一次追着光摸 你个臭流氓 你抹我走 抓流氓 抓流氓 抓流氓啊 闭嘴巴呢 瞧吧你 是不是啊 你这什么玩意儿 这个 脱离了现实 哦 还有一种情景 大伙经常能见着 什么样啊 霸道总裁 霸道总裁 爱上灰姑娘的故事 哦 常见吧 是啊 比方说 你是这家的保姆 我是保姆 我呢是这家的阔少爷 哦 你是少爷 咱们俩久而久之 嗯 就发生了这么一段 不被世俗所认可的爱情 哦 表演表演 行 来 那我要是保姆的话 我就在家做饭 哈哈 鸡娃做饭 哈哈 鸡娃做饭 你这眼儿辈大呢 呀 少爷回来了 哎 饿了吧 你先做 饭马上就好 好 啊 怎么了 手破了 我看看 少爷 我也算 万种风情是非了人 少爷 别说话 少爷 别说话 少爷 怎么了 你喊着我刀了 不 我弄你嘴血 你说这剧情狗血不狗血 狗血 不是 但是我觉得是挺浪漫的是不是 浪漫什么呀 完全脱离现实 那现实呢 现实是这个样子的 嗯 呀 少爷回来了 嗯 饿了吧 你先做 饭马上就好 好 啊 怎么了 手破了 哦 少爷 啊 手破了 哦 少爷 啊 手破了 刘马 哎呦 你已经来我们家四十多年了 连我父亲都是你一手带大的 你跟我这个样子 你让我情何以堪啊 少爷 刘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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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百音必有果 你的报应就是我 赶快亲手 摸摸搭 别说了 好 谢谢 感谢两位